我在别人生日宴上看到了自己的女朋友 才知道她原来是金圈小公主 她向来喜欢斥责我 嫌弃玫瑰花上不得台面 却又在那天生日宴会上定下了999朵玫瑰 只为那个男人送上祝福 那天恰好也是我的生日 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选择转身离去 后来我把她所有联系方式拉黑 离开了那座城市 她却疯了 我和苏千茨是大学兼职时认识的 在大学旁边的咖啡馆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她 穿着白色衬衫 娇俏动人的五官 配上白皙的皮肤 整个人完全就像是小说里 走出的勤工俭学的清贫笑话 两个人慢慢熟络后加了微信好友 会一起去自习室学习 一起兼职 多亏苏千茨的神言 大学里所有人都知道 学校旁边的咖啡馆 有一个清贫笑话 来加她微信的人络绎不绝 刚开始还好 后面烦了她干脆把我推出来 说我是她男朋友 我还在状况外 刚想拒绝就看到苏千茨 墨色的毛子里带着恳切 为始绳拆帮我没有开口澄清 而是选择默认了她的话 后来顺理成章的 她向我表白 我们从名义上的男女朋友 成了真情 毕业后直接租房住一起 她是孤儿 我的家在大山深处 吃过苦 对钱看得比较重 大城市消费高 再加上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 比啥都便宜 我和她在休息日时 会去兼职正点外快 为我们未来结婚的 小金库添砖加碗 当我接到这份一个小时 200块钱的 临时服务员的工作时 开心了好久 但是当我看到 那个原本应该在公司 加班的苏千词 出现在宴会上 我脸上喜悦的表情 瞬间僵住 一向勤俭的苏千词 一改以前在我面前的捧素 换上了红色抹胸礼服 遮住眉毛的刘海 被梳了上去 整个人看起来美艳十足 要不是那张脸 我说不定都认不出来 宴会上那些富二代 一个个争相向她献殷勤 她就像是神明一般冷眼 看着那些人谄媚的 看到我愣在原地 一起坚持的小芳 推了我一把 她面含担忧 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 看着远处 重心拱跃的苏千词 嘴巴里带着几分晦色 问了一句 她是谁 小芳看了一眼 她压低嗓音 听说她是金圈苏家的小公主 我看着远处 陌生至极的苏千词 心里涌起几分 难以言喻的情绪 和自己朝夕相处 四年的女朋友 今天一转身 从一个没有爸妈的小可怜 变成了金圈的小公主 我下意识掏出手机 给苏千词发了条短信 苏千词原本懒散地坐在那里 身边围着一群人 手机突然响了 所有人都看着她 打去问道 柳大小姐 谁啊 苏千词拿起手机 象征信扫了一眼手机屏幕 然后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 没事 垃圾短信 听到这里 我如同坠入冰窖 身体都在颤抖 原来我江书彻在他苏千词眼里 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恶的人 也对 在一起四年 我甚至连他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 我莫名觉得自己可悲 曾经的努力好像都成了一场空 我看着远处人生鼎沸的热闹 没有说话 在苏千词的旁边 坐着一个身穿西装的男人 他和苏千词在那里打情骂俏 完全不顾别人的目光 两个人默契的 就像是一对恩爱的小情侣 小芳把那个厨房里 准备了五个小时的 五层大蛋糕推了上来 蛋糕上面全是水果 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奶油甜蜜蜜的香味 众人相继给他送上礼物 苏千词压重 他大手一挥 让人送上了999朵玫瑰 男人感动得不得了 直接和他拥吻在一起 旁边的富二代在起哄 我和其他几个人 一起穿着准备好的玩偶皮套 笨拙地抱着玫瑰花站在那 眼睛有点干涩 却又哭不出来 我甚至无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透过皮套 我看向苏千词 好像第一次认识他 刚谈恋爱那会儿第一个情人节 我俩出去逛街时 看到路边的玫瑰花 想着给他买 我把玫瑰花送到他面前时 我以为他会开心 苏千词没有 他只是撇了撇眉 脸上略带嫌弃 他当时怎么说来着 他说 玫瑰花并不能象征爱情 不过是市场的包装 给女生洗脑袋 太庸俗了 这年头还送玫瑰花 我看他不太乐意收我买的花 就开玩笑般说 庸俗吗 我不觉得 要是宝宝给我送花 我一定会珍藏起来 哪怕枯萎了 我也觉得好看 他拧了拧眉 然后开口 谁要送你玫瑰花呀 想多了你 听到这里 还没等我生起闷气 苏千词从公园的草坪里 就了一根狗尾巴草 为我做了个简陋的戒指 我当时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还为自己的任性奥 现在看到眼前的场面 我只觉得当时的自己可笑 他从来都不觉得 送玫瑰花是庸俗的 或许只是不愿意 给我送玫瑰花 宴会上热闹极了 但是都不属于我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直到宴会结束 结了工资转身离开 回到出租屋 差不多已经是凌晨 苏千词没有回来 我疲惫的贪坐在沙发上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本来打算做完兼职 用兼职得来的钱 给自己买蛋糕和小礼物 或许是回来的路上 整个人都浑浑噩噩噩的 我路上没有过多的动静 直接回到了家 我看着眼前的装修和布局 都是我们同居这几年 一点积攒下来的 我们甚至约定过 以后挣钱了 就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所以 我很努力很努力地攒钱 哪怕今天是我的生日 看到两百亿个小时的兼职 我还是去坐 也是 无趣又能如何 无趣就看不到真相 就能一直骗自己 我抱着自己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开门的声音传过来 苏千词回来了 他换下了宴会上奢华的礼服 换上以往的旧衣服 整个人又从那个 纸醉金迷的金圈小公主 变成了普通白衣 我看着他 没有开口说话 苏千词换了衣服 过来直接抱住我 我正开了他的怀抱 看到他脸上略带疲倦 问他 你为什么没有回我消息 苏千词神色一僵 随后恢复正常 宝宝对不起啊 我没看到 你不知道今天加班是太多了 他脸上带着委屈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 他就在那个宴会上众心捧月 我都要被他的演技给骗了 那你还记得吗 我嗓音带着干涩 缓缓开口 今天是我生日 原本我以为他说要加班是真的 说不定加完班后 会给我一个惊喜 我们在一起四年 前三年都是他陪着我过生日 现在看来 他只是忘了 或许是腻了 他忘了我这个正牌男友的生日 跑去给别人过生日 大手一挥就是999朵 从来没给过我的玫瑰 我感觉鼻子一酸 有点想哭 但是我还是忍住了 苏千词显然已经忘记了 他皱着没向我道歉 并且保证明天会把礼物不及我 我没有理他 他以为我只是因为没有礼物 和他闹脾气 象征性哄了我几句就睡下了 我不吵不闹地看着他 看着他的睡颜 那张我描摹了千万次的脸 突然觉得极其陌生 以往我们也会吵架 会分手 但是都是因为发脾气 这次不一样了 苏千词 这一次 我是真的不要你了 我向公司交了辞职报告 没有告诉苏千词 我订了一张去网Z市的车票 一开始 我看向这个城市 那时 我从遇到苏千词后的梦 那时年少单纯地以为 自己能和苏千词走过一生 奢求着能在这座大城市里 和苏千词有个家 事实上 自始至终 这只是我一个人的美梦 现在梦醒了 我拉着行李箱 转身上车 在车上 我看着苏千词的头像 鬼使神拆班发了条消息 随后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 苏千词 扮演穷人的游戏点到极致 现实不是电影 没有人会因为一段失败的恋情 颓废两三年 包括我 时间再往前走 我收拾好自己的心态 重新投简历找工作 因为不是应届毕业生 在这个大学生遍地走的时代 我一个本科生 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每天疯狂投简历 面试 投简历 面试如此反复 不过好在和苏千词在一起这几年 我为了能有一个家 攒下了一笔钱 暂时失业 并不会让我的生活陷入窘迫 就这样日夜奔波的辛劳 让我没有过多的时间 去回想起苏千词 很快 我入职了一家公司 真正的安定下来 每天公司 出租房两点一线 一个人平静的生活 我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很大 离开了那个城市之后 我和苏千词再无可能 上天可能在编排一出可笑的演出 就在我汇报工作的时候 我再次看到了苏千词 而他 就坐在新经理办公室的椅子上 几个月不见 他换回了他金圈小公主的身份 一身私定的西装 像急了那天晚上的苏千词 也是 他从来都不是什么所谓的穷女孩苏千词 我看着眼前空降的新经理 只是装作不认识苏千词 公事公办地把文件交给他 当我正准备走出他的办公室时 手被人狠狠地拽着 我寻着那双手看过去 苏千词 他把我拉到办公室里 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 苏千词站在我面前 哪怕面无表情 我也能感受到他很生气 为什么 苏千词墨色的眸子看着我 眼底满是韵色 我只是看着他 没有回应他 像是妥协 又像是无奈 苏千词向我低头 像是看一只发脾气的猫一般 别闹了好吗 是我错了 别闹了 一句话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归咎到我无理取了 我气笑了 谁敢怪你苏家大小姐啊 苏千词听到 正准备伸出的手僵住 随后落到我的头上 想安抚小猫般 他语气很平静 就因为这件事 别生气了 好不好 我们去吃饭 轻描淡写般 把这件事带过 甚至没有一个解释和道歉 他还以为我是那个 对他百依百顺的田狗 那你的玫瑰呢 我固执地看着苏千词 试图从他口里得到一个答案 他脸色依旧平静 只是我的一个发小 生日宴会上送999朵玫瑰 你告诉我这叫发小 苏千词解释 那天是他的生日 这场对峙 苏千词从头到尾 平静地向个坎坷 我听到这里鼻子一酸 苏千词 你记得吗 我们在一起的这几年 我生日 情人节你说 我不配你送我玫瑰 这些年我刻意地 忘却苏千词的话 潜意识暗示 自己不喜欢玫瑰 可是 每个人不喜欢恋人 在节日里 重要的时刻给自己送花 你喜欢玫瑰花 我现在就让他们送过来 我看着苏千词认真的脸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 苏千词也不明白 自己的错误 苏千词 或许从一开始我就错了 你并不爱我 我甩开他的手 推开门离去 搭上门把手那瞬间 苏千词的声音 从后面传来 江书彻 我的忍耐有限 我已经和你解释了 你还要我怎样 我打开门 你要是赶出这个房间 我不会再去红与 我们之间就此结束 苏千词在警告我 用这段感情警告我 陈经理 东西我送到了 抱歉我还有工作要做 我没有犹豫 转身离开 这些年怎么就没看清呢 明明很多时候 苏千词都明确地表现出了 他并不爱我 这些年每次吵架 最先低头的永远是我 或许是这份偏爱 让苏千词有恃无恐 这是苏千词第一次向我低头 他或许是不敢相信 我会这么撩他面子 他甚至还以为像从前一般 我爱他 离不开他 试图用这些逼我就烦 事实上 苏千词 你错了 我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事 但是就像是互不单行班 原本和睦的同事开始针对我 项目方案不断被退回 重做 每次下班单独点名留下我 同事之间聊天 看到我后又安静 这一切 我知道都是苏千词故意的 和他在一起四年 我最清楚他的性格 汉词高冷 实则极为记仇 只不过以前这些都是用在别人身上的手段 现在却被用在我身上 晚上 就像是惯例班 我被留下来加班 偌大的办公室 只剩我一个人 一个人时总是喜欢胡思乱想 像是怀念班 我想起了刚开始遇到苏千词的模样 或许是因为新鲜感 两个人刚在一起时 特别喜欢腻在一起 最喜欢的就是每天去图书馆约会 我会一遍一遍给苏千词讲解那些作业 偶尔他看我出了神 我发现后 也只是用笔敲他的头 然后耳根红红的继续讲下去 或许是新鲜感 也或许在某一刻 苏千词真心实意的爱过我 然而此时的我 已经不想去深究了 欺骗就是欺骗 用在好的谎言包裹 也无法改变其本质 大概是这些天加班强度大 我奄奄的坐在电脑前 手上工作还没做完 部门的刘经理就把我叫到办公室 来一顿日常训话 无非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我看着眼前谢顶的中年男人 猙獰的表情 默然想起他在苏千词面前 奴言蔽息的模样 只觉得好笑 我清楚地明白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为了讨好苏千词吧 刘经理脸上的横肉动作幅度极大 他拿手指着我 破口大骂 我低着头还没有反应过来 当头就是一杯热咖啡浇到我的头上 早上出门前梳好的头发 此刻上面全是浓稠的咖啡 滚烫的咖啡 顺着发丝流到我的脸颊上 衣服上 整个人狼狈急了 身后的门响了 苏千词正巧走了进来 看到我这副狼狈的模样 他身后跟着的是 生日宴上的那个男人 我头上 脸上 衣服上全是咖啡 内心瞬间感觉到一阵难堪 苏千词看了我一眼 略过我将目光一到刘经理身上 原本嚣张的刘经理 从椅子上站起来 对着苏千词点头哈腰 苏千词贴心的事宜 身后那个男人做 紧接着和刘经理 交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我站在那里不出声 就好像这个办公室里 只有三个人一般 男人似乎是知道我是谁 他脸上带着挑衅的笑意 看着我 随后从包里掏出了 一包纸巾递给我 我愣在原地 没有伸出手去 苏千词和刘经理交谈完之后 看向我 语气里带着几分警告 不想干 没有那个工作能力 就辞职走了 就在那一刻 我瞬间感觉到无比窒息 他明明知道 这一切是他的事宜 刘经理是为了讨好的 大概是太委屈了 我眼泪在眼眶打转 兴许是为了面子 我努力控制住 没有让他掉下来 走出办公室 我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那杯热咖啡叫醒了我 我要辞职了 辞职流程很快 隔天我就收拾好 工位上的东西 离开了公司 不到半年辞了两次职 我决定休息休息 给自己放个假 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 就在我逃避线时 和朋友一起吃火锅 逛街室 苏千慈出现了 他神色灰暗 看到我身边的人 瞬间冷了脸 质问我 他是谁 此刻恰好朋友 回去拿忘在火锅店的东西 我跟着他在这边上 大学的妹妹一起等他 苏千慈高傲质问的语气 让人极其不适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选择回对他 他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江书彻你到底还在闹什么 苏千慈至今 还是那副傲然的姿态 不好意思 我想他并不是很想 在和你说话 沈薇薇 也就是朋友的妹妹 挡在我面前 苏千慈看着眼前 比他年轻的女人 太阳学得轻轻不停地跳动 他冷着脸 我是他老板 我想你没有权利阻止我和他交谈 苏千慈 我已经辞职了 你不是我的上司 我也不想和你交谈什么 我打破他的美梦 苏千慈像风了一样 眼底带着血丝 就像是暴怒的狮子 江书彻了 只要我没有同意你离职 你就还是公司的人 沈薇薇笑出了声 看着眼前无能狂怒的女人 陈小姐 我想你或许是没读过书 对于法律一窍不通 似是嘲讽 又像是讽刺 沈薇薇话音刚落 苏千慈的巴掌迎面而来 来不及反应的 他只来得急歪过头 巴掌和他的侧脸擦过 显然这一巴掌 用了苏千慈事成时的力气 不可避免的 还是在他脸上留下了红痕 沈薇薇反应过来后 二十岁的少女带着心气 第一反应就是打回去 但是想到身后的人 她克制住自己的怒气 用手捂着脸 我看到这个场面 直接走上前 检查沈薇薇的侧脸 你还好吗 脸怎么样了 沈薇薇捂着脸 看向我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就像被欺负了一般 看到她没什么大碍 想起今天是朋友为了我 叫上了在Z师大学 就读的妹妹来陪我逛街 现在却因为我而受伤 内心的愧疚朋友而发 我看向苏千慈时 忍不住带着几分埋怨 苏千慈 我想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早就分手了 从此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如果以后你再来打扰我 我会以骚扰的名义报警 苏千慈看着眼前的发展 都弄住了 她狠狠地瞪着沈薇薇 甚至想越过沈薇薇 直接拉住我的手 但是沈薇薇动作很快 没有让她得逞 苏千慈见状 知道自己落了下风 无可奈何地软着语气 阿周 我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做下来好好聊聊好不好 到了此刻 苏千慈没有了以往的傲慢 她期待地看着我 我只是撇开目光 平淡地回复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 说完拉着沈薇薇离开了 苏千慈只是颓废地站在原地 眼睛注视着离去的两个人 垂下的手紧紧地钻成拳 那次事件之后 为了感谢沈薇薇 我说要请他吃饭 沈薇薇欣然接受了 就在我请他吃饭时 苏千慈阴魂不散地又出现了 我看着门口浑身狼狈的苏千慈 他额尖的碎发滴着流淌下来的雨水 整个人就像是被抛弃了一半 脸上露出委屈的神情 眼底全是受伤 阿周我知道错了 我之前只是因为太生气了 我气你不告而别 才会如此 哪怕到了现在 苏千慈依旧在给自己辩解 我没有听他的所谓的解释 只是警告他 苏千慈 我不想听你所谓的解释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上次和你说过 如果你在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选择报警处理 所以你是选择自己走 还是我请你 苏千慈似似乎还想说什么 哥哥你好了吗 肉已经熟了 沈薇薇出现 看到苏千慈 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惊讶 沈薇薇原本打理整齐的头发 此刻有些乱糟糟的 就像是刚从床上起来一般 很有心机 我没有选择拆穿他 苏千慈显然没有想到 沈薇薇会出现在这里 他愁实地看着沈薇薇 质问出生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 沈薇薇语气疑惑 很理所当然的开口 我不在哥哥这里 难道是你这个前女友在这里吗 前女友三个字刻意着重强调 苏千慈顿时脸色变得难看 尤其是看到沈薇薇薇的这副名 对啊 我说不爱他 会和他在一起 结婚生子 可是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罢了 苏千慈在这段感情里 向来是高傲的 是掌控者 这是第一次 事情的发展超出他的范围 苏千慈的话 在我耳边显得十分可笑 从一开始 骗我的是他 敷衍的是他 故意让人折磨我的也是他 现在他反倒成了受害者 哪有那么好的事 我望向沈薇薇 沈薇薇见状 很适趣的装作有事走开 还俏皮的对我眨了眨眼睛 哥哥 有什么事就叫我 如今这里也只有我和苏千慈两个人 苏千慈见到沈薇薇离开 以为是有希望 眼神里带着几分稀计 却还没等他开口 我便先打断了他 苏千慈 你不觉得你很贱吗 你质问我的时候 你想过你自己吗 你有想过你自己的问题吗 从一开始认识 你的隐瞒和欺骗 事情暴露后 轻飘飘的一句话带过 没有半点解释 我倒想问问 你所谓的爱我呢 苏千慈被我质问 正想开口辩解 我没有给他机会 选择继续说下去 苏千慈 你现在回过头来找我 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爱特别伟大 一定能感动到我回心转意 你是不是觉得 我还会像以前一样 围着你转 我没了你就活不下去了 多好笑 苏千慈 我现在就明确地告诉你 我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 从我们重逢 你轻飘飘一句话 略过这些年的欺骗开始 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 苏千慈抓住我的手 红着眼睛看着我 阿周 你听我解释 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我冷眼看着他的狼狈和无措 你只是不爱我 只是觉得和我玩而已 承认吧 苏千慈 你不爱我 你只爱你自己 你现在回过头来挽留我 不过是因为你不甘心 就像是被踩中尾巴的猫一样 苏千慈急了 他试图向我展示他所谓的爱 用一堆无用的话来为自己辩解 我并不想和他多做纠缠 只是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随后没有等他说什么 直接把门关上 回到屋子 沈洛是我高中间大学时的室友 他见证了我和苏千慈 从大学走到后来出社会的恋爱 他看到我来了 眼神里满是八卦开口 怎么样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什么怎么样 沈洛继续追问 就你和苏千慈啊 就分了呗 还能怎么样 许是看清楚了苏千慈的真面目 对于分手这件事 我的心情没有了以往那般沉重 就像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裹 松了一口气 沈洛听到后 有些兴奋 真分了 你不会心软答应他复合 我看着他怀疑的目光 也有些了然 毕竟我和苏千慈在一起之后 每天除了和苏千慈待在一起 就是兼职 每次分手 也都是我凑上去求复合 沈洛还敢敢式的调侃 说我是恋爱脑 我用认真的语气 向沈洛保证自己和苏千慈 这次是真的分了 以后再无纠葛 沈洛先是震惊 大概是上头了 他兴奋地看着我 眼神就像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黑黑黑笑出声 我被他看得有些甚得慌 夹起盘子里的肉 你在打什么坏主意 沈洛有些不好意思 看着我有点心虚的开口 周子 你看我家沈薇薇怎么样 我看了一眼身旁的沈薇薇 正低着头往火锅里下丸子 随便把已经熟了的肉夹起来 分到我和沈洛的碗里 可以说特别温柔 长得漂亮 上镜 温柔 很好的一个小姑娘 我真情实感地说出这些形容 沈洛听我的评价 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那周子 你要不 我瞬间反应过来 赶紧打断她 看到一旁原本坐着的沈薇薇 进了厨房 我松了口气 然后凶巴巴看着她哥 你又在说我什么坏话 沈洛一脸笑嘻嘻地看着我 这不是看你为情所伤 好让你疗愈伤疤吗 我赶紧叫停她 打住 我和她不合适 更何况她还太小 我只是把她当成妹妹 不感兴趣 沈洛见我一直坚定 也就作罢 好吧 可惜那小姑娘暗恋你这么多年 我听了 震惊的我一口水喷出来 她暗恋我 对啊 要不然咱俩高中那会儿 她天天跑来接我干嘛 就是为了看你 我看着从厨房出来的沈薇薇 示意沈洛别说了 这件事就此结果 吃完火锅之后 沈洛兄妹帮着我打扫了残局 随后我和沈洛开启了唠嗑模式 沈薇薇在沙发的一边 静静地坐着玩手机 时不时和我说两句话 到了黄昏 大概是因为我和沈洛太久没有相聚 沈洛留下来过夜和我继续唠嗑 而沈薇薇自己回宿舍 沈洛去洗澡 我送离开的沈薇薇 沈薇薇出门后 我正准备和她说声再见 然后锁门回房间时 沈薇薇伸出白皙的手臂把门关上 一个壁咚撑住门 把我困在她和门之间的空隙 一米六的个儿 她点起脚 那双清澈的眼眸看向我 平日里漂亮娇俏的女孩 鼓起勇气 哥哥我不小了 已经成年了 说完这句话 沈薇薇的耳根红红的 眼神里满是认真和固执 我回想起 那番几乎算是表白的话说出口后 沈薇薇就像是打通了任多二脉 每天有意无意的挑起话题聊天 以及时不时的偶遇 我看着再次跟到我后面的沈薇薇 这个月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揉了揉太阳雪 看着一脸乖巧的沈薇薇 开口 你不用上课吗 天天跟着我 沈薇薇无辜的睁着她那双澄澈的眼睛 似是控诉般 哥哥不知道吗 现在已经是暑假了 我拍了一下我的脑子 应该是出社会上班时间久了 每天朝九晚五 除了节假日和周末休息日 都在上班 导致我已经遗忘了学生是有寒暑假的 到底是自己从高中看着长大的好友妹妹 我并没有直白地说出拒绝 只是委婉地表示像她这样的大学生 放暑假的假期生活应该去做意义的事情 让自己的假期更加丰富多彩 前台词就是别跟着我 大概是上一段的感情受伤 现在的我并没有进入一段新的情感的想法 一段情感的阶段反应不是说消失就消失的 更何况 沈薇薇身为好友的妹妹 也是我从高中相处到现在的妹妹 我并不想伤害她 但是沈薇薇就像是听不懂话外音一般 装傻充了 我和沈薇交流过这件事情 想着身为亲哥的她应该有办法 没成效 沈薇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样子 还八卦起了我和沈薇薇的事情 9月份全国开学时间 就在我以为沈薇薇会返校终于消停了之后 沈薇薇在我的对面租了房 我打开门看到对门的沈薇薇 她一脸笑意地看着我打招 哥哥 好巧啊 这是好巧吗 事实上 沈薇薇就像一个黏人鸡 根本甩不掉 我甚至在忍无可忍的时候 明确地向她表达了句句 但沈薇薇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一般 每当我不耐烦了 她就贴心地往后退一步 时间长了 慢慢地又靠近 如此反复 这种状态让我无可奈何 不过唯一好的一点就是 沈薇薇搬到我家对面之后 多了一个大厨可以蹭饭 由于我的厨艺一言难尽 不能说好吃 只能说能吃的程度 苏千茨也是个厨房小白 所以更多时候 我们都是两个人做饭互相将就 至于沈薇薇的厨艺 我严重怀疑 她是从哪个培训机构出来的 每当我发誓不去沈薇薇家蹭饭时 闻到从隔壁飘出的饭菜香味 我都克制不住地往隔壁跑 就在这种蹭饭的邻里关系 我和沈薇薇的关系日渐亲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苏千茨的那段感情 就像是一道伤口 被慢慢地治愈 结巴 我甚至已经很少想起那些往事 我重新投简历 找公司 好好过着自己的生活 上班之后 沈薇薇每天都等着我下班 后面逐渐发展到接我下班 我刚开始让她别来 但是她坚持 就这样 我们之间的关系维持在友情之上 恋人未满 沈薇薇没有点破 只是对我好 怕给我压力没有向我表白 直到某天下班途中 我遇到被喝醉酒的流氓调戏的沈薇薇 直接上前揍了流氓好几拳 最后去拍出所调解后 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沈薇薇脸上是被混混调戏时的惊恐 漂亮的小脸戴着几分苍白 她帮我上了药 沈薇薇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就在我把手一开时 沈薇薇抓住了我的手 她向我表白了 她说她害怕 如果没有我的保护 她该怎么办 她眼睛湿漉漉地看着我 我内心的保护欲在这一刻达到了极点 我承认我心动了 所以我答应了 沈薇薇抱着我一直傻笑 就像是地主家的傻闺女 再次看到苏千茨 是在同学聚会上 以往一向注重形象的她 现在整个人颓废十足 同学会上 她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酗酒 全然没有了以前的义气风法 听大学同学说 苏千茨家的公司在走下坡路 但是苏千茨本人一蹶不振 苏家见她这样 准备培养新的继承人 同学聚会结束后 我在门口等着沈薇薇来接我 苏千茨带着一身酒气 走向我 就在她想开口说什么事 沈薇薇的车到了 苏千茨将在原地 看向我神情很悲伤 你和她在一起了 我坐上沈薇薇的副驾驶 看向路边站着的苏千茨 就像和一个普通朋友说话般说到 苏千茨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该放下的也该放下了 祝你以后幸福 沈薇薇帮我系好安全带 直接启动车子 在汽车的后视镜里 我看到苏千茨捂住脸 就像是孩子般无助地蹲下悔恨痛 可惜 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了